教育是画繁为简的过程 汉字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 简单也有大乐趣 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思维 节省济世第四次课的课堂 上几次课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关于我们人类最古老的两种艺术形式 一种叫音乐 一种是舞蹈 我们现在学艺术 学了好多好多不同的门类 其实我们要知道 最古老的艺术形式 音乐和舞蹈 我们下节课还会学一种 音乐来自于原始的乐器 有管乐 有弦乐 有打击乐 音乐产生以后 人类很自然的就会跟随着音乐 能够行体上扭动自己的腰支 能够跟着音乐翩翩起舞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舞蹈伴随着音乐 伴随着节奏也应运而生 所以我们前面学习了舞蹈的舞 大家注意 跳舞的意思 今天在汉字里写成了有无的无 我们知道舞就是舞的简化 那么随着有了音乐有了舞蹈 人们为了参加舞会都愿意好好的乔装打扮一番 在我们的祖先那里 最重要的两种装饰物 也是来自于动物身上的残余 第一个就是动物的脚 当然我们说的是那种很细很长的脚 不是那个粗笨的牛脚 那个拿去做号脚了 拿那个羊脚 拿那个鹿脚来装饰是最好看的了 特别是羊脚 又细又长 而且羊本身表示美好 我们前面讲过了 所以带着羊脚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上面一个羊 下面一个大 表示人带着羊脚 这个就是美丽的美呀 多漂亮啊 还有女人也可以带 上面一个羊 下面一个女 这个叫姜 也是漂亮 带着羊脚的人 上面一个羊 下面一个人字 这个字都叫腔 腔 就是一个喜欢以羊脚作为自己装饰的一个古老的部落 在中国的西部 枪族 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除了脚的装饰以外 羽毛的装饰也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看过西游记 孙悟空最帅的那身形头 头戴紫金冠 这个紫金冠 上面就有两根非常高的 这样两根野鸡的 这样一根稚鸡的灵毛 这个头一抖动起来 头上的羽毛随之颤动 好不威风 好不潇洒 所以古人把这个羽毛插在自己的身上也作为一个装饰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很多原始的部落还能看到这些部落的成员 七七八八五颜六色好多的羽毛都装饰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认为这样是最美最漂亮的 好了 所以羽毛的羽我们要好好认识一识 这就是羽毛的羽字 两根这样并排的羽毛的样子 我们来表示羽 羽毛的作用就是为了让琴类让鸟类能够飞上蓝天 所以羽可以表示飞翔的意思 比如说左边一个羊右边一个鱼 我们前面学过 这个就叫翔了 飞得很好叫翔 羊表示好的意思 什么叫飞得好 不是像小麻雀小鹌鹑一样 要使劲扇动自己的翅膀 飞得很累 这个不是 翔就是红艳天鹅老鹰这样 把翅膀打开 很舒展 很轻松 也不用扑腾 就能在空中 这样飞起来 这个才叫翔又轻松又愉快又潇洒 但是我们要注意 不是一开始就能翔的 这是需要反复不断的琢磨和练习 习 大家看看 古文字也有一个羽毛的羽 今天的席反而比羽毛的鱼少掉了一个席 这是不对的 这个席不仅仅不是羽毛少一个 而是要比羽毛的鱼还要多加上一个白字 这个是正体字的席字 下面这个白表示什么呢 白表示小鸟 很小很小的雏鸟 在腹部的白色的绒毛 不管这个小鸟长大了以后 它是什么颜色的 五颜六色的 但是当它很小很小的时候 它腹部的颜色是呈现出一种很浅浅的白色 那么习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小鸟在鸟窝里面反复不断的扑腾开自己的羽毛 露出自己胸口的白色的绒毛 在干嘛呢 在干嘛呢 在练习 在practice 在练习飞翔 所以书文杰子说这个习叫鸟朔飞也 鸟多次试图准备起飞 所以飞行对于鸟儿来说 也不是一件生来就会的事情 也是要经过反复不断的训练的 所以这个习它除了表示practice 表示练习以外 这个习还可以表示反复 表示repeat 因为不是一次就可以 有可能刚刚跳出鸟窝 扑腾两下 呜呜 掉下去了 也有可能要多次的练习 才能够最终掌握飞行的本领 所以习表示反复 比如说我们经常同学们会在用 习习的风 这个习习的风 很可能会用错成徐徐的风 习习的风和徐徐的风是不一样的 习习的风可能并不轻柔 并不是凉爽 而且可能是很大很大的狂风 在诗经里面 在诗经背风 古风里面就有说 习习古风 为风即雨 从山谷里吹来的一阵又一阵吹了又吹不断吹来的风 带来了风带来了雨 注意习习的风是指吹了又吹反复不停的风 而我们说的徐徐的风才是说的很轻柔的 很缓慢的 很让人感到很愉快的和风 所以他还注意这两个词是不要用错的 习可以表示反复的意思 这个羽毛可以戴在一个人的头上 我们在语的下面加上一个带字 看看这个带的古文字 是不是一个人伸开双手 在自己的脸上再扣上一个大大的面具 这个不是甜 这个是面具的意思 一个人给自己的头上戴上一个大面具 除了戴面具还戴什么 还戴着羽毛 这个字就叫义 义就是插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羽毛 就叫义 所以义丰满 义和义不一样 义就是一根一根可以拔下来的羽毛 那个feather 而义表示的是可以插羽毛的这样的地方 可以戴羽毛的地方 戴雨之处也 这个叫义 义就是翅膀 所以我坐飞机的时候 飞机的翅膀我们叫什么 叫机翼 飞机打开 这个叫机翼 翼是翅膀 是长羽毛的地方 羽是长在义上面的 上面一个羽 下面这个字都说戴 戴在身上 这个就叫义了 羽毛戴在头上 我们人的头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了解 因为这个头是最重要的用来装饰的地方 头好看 身上就好看了 我们古代把脸叫做颜 所以今天有个词语同学们都知道 叫颜值 颜值是什么 就是你的脸长得好看的这样一个素质 这个长得越好看颜值就越高 颜值是脸 所以古人装饰 特别重视对头部的装饰 这个头上戴耳环 画眉毛 画口红 擦胭制 铺粉 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头更漂亮 当然古人插上娘脚 戴上羽毛 不都是为了装饰吗 在汉字里 我们看看头是怎么写的 请看 有点吓人 对不对 这个头怎么这样 一个侧面的头 只有一个眼睛在上面 上面还有三根短短的头发 当然三根表示的是很多的意思 很多很多头发 只有一个眼睛 但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字 如果把眼睛鼻子 眉毛嘴巴全都画上 这个字就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的祖先牢牢的抓住了汉字最重要的特点 只抓住脸上最重要的器官 什么 眼睛 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通过眼睛能够看到这个人整个的面相 如果你戴一个墨镜 比方说李老师现在戴上了一个墨镜 你还能认出我是谁吗 在国外有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叫佐洛 他给自己戴上了个面罩 什么面罩呢 就是一段小小的一块头巾挖两个洞 把自己的眼睛给蒙上 再戴上一个帽子 别就认不出他是谁了 动画片里面 忍者神规都是用这个方法 蒙住眼睛 别人就认不出他到底是谁 这个就说明了 眼睛对于你的五官的辨别作用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的祖先在造这个头的时候 就选择了头上五官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木 所以大家注意了 手 大家看 手 手里面的这个木 就是眼睛 这个不是自己的字 这一撇是为了把上面和下面连在一起 手里面有一个木字 人的头最重要就是人的眼睛 眼睛重要 那头发重要不重要呢 这个手的骨子上面有三根头发的嘛 那么头发重不重要呢 回答是 不是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好多人没有头发 对不对 头发会掉 有些佛教的佛陀头上是没有头发的 所以人头是可以没有头发的 这一点在汉字上也有体现 在汉字里面很多表示手的偏旁 他把头发给去掉了 手字上面的两点是头发 那么两点去掉以后 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头大家见过吗 一定见过 对不对 比如说在夏天的夏里面见过 对不对 夏天的夏上面原来是个头 那夏天的夏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老师告诉你 下面是一个人走路很艰难的两只脚 头大 走路走的很慢 这种人就叫夏 夏可不是夏天不是夏天 夏是一种人 是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的人的长相就是头大 但是走路却并不是特别的灵光 善于思考却不善于运动 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头占身体的比例是全世界头占身体比例的人里面最大的 我们头特别大 头大说明什么 说明大脑容量大 说明聪明 但是我们的腿脚跟外国人大长腿大长手相比就无法相比了 我们的运动能力赶不上人家 所以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运动员如果在田径在篮球上面取得了成绩 那是更加的难能可贵的 因为我们这个人种它的优点就是聪明 善于思考 所以我们考试比人家厉害 那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运动能够超过人家 那就非常的厉害了 所以夏注意 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古代叫什么 叫华夏族 夏表示头大的人 所以夏天的夏可以表示大的意思 太阳这个日头很大的季节就叫夏天了 太阳离我们最近 所以看起来这个太阳是最大的 所以叫夏天 在汉字里 夏加上一个横撇 什么字 大厦的厦 对了 很大的房子 Huge building就叫大厦 所以这里面夏也表示very very big 非常大的意思 因为我们有大脑袋 这是夏字 还有一个手在左边和右边 各加上两个脸颊 胖嘟嘟的脸颊 这个叫做面 面是什么 面不是吃的面 面就是face 就是人的脸 中间那个也是一个手字 左边和右边各个加上一个脸颊 但注意 它是这样组成的 这个就叫脸面的面 面子的面 这是我们的人头 手的下面加上一个人字 这个字读作 叶 叶不是第几叶的叶 叶就是人的头 所以同学们 你们注意 在汉字里 只要是含有叶这个字根的叶字 它一定都跟人的头有关系 这个我们不展开来讲 请同学们在练习中自己去寻找答案 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大家 汉字里这一些含有头的字根 加个火 加三撇 加个工人的工 这些叶表示的都是什么样的头呢 请同学们自己去猜想 自己去思考 我们已经学到第七课了 这个任务要交给大家 还有最后的一个头 叫做圆 圆 大家请看 下面是个人 上面呢 在人的头顶上加了两横 表示什么呢 表示人的头上的部分 the top 这不就是头吗 人的头 人的上面 最上面的部分 就是人头 所以圆也可以表示人的头 比如说 冠军的冠 寸是手 上面那个突宝盖是帽子 手拿帽子 戴在圆 戴在头上 这个就是冠 冠就是戴帽子的意思 戴上的这个帽子 叫做官 张官不能理戴 戴上帽子 可是要不得的 上面一个宝盖头 下面一个圆 这个大家都认识了 这个叫完 完整的完 完好无损的完 你的头走到了房子里 没有在外面抛头露面 把自己的头好好的藏好 藏在自己家里面 不要出去惹祸 你就能够完全完整 完好无损 但是也不一定 如果在完加上一个扑 我们刚刚学过的 手拿棍子 什么字 一个人拿着棍子 跑到你的家里 打你的头 这个字叫做扣 你想完整 想完好 没门 他跑到你家里来打你 这个人是很坏的强盗 这个叫扣 贼扣 匪扣的扣 强盗的意思 打你的头 请同学们 根据我们课后的语音 根据我们教材上的口诀 一定要认真地去理解 圆 手 还有叶 三个字根 都表示头的不同的用法 然后认真地完成我们的课后练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